OK,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姆戏 那么我们今天就继续来给大家做我们的全美人三国五帝旅步党 那么一上来呢,先看一下我们英国曹老板面对的五千黄金乱军 五千六百多啊,将近六千人 那么咱们这边的话呢,是三千县镇死士 还没有拉满啊,这边有些部队还没有恢复过来 如果恢复过来的话呢,应该是不到四千人,大概三千五百人的县镇营吧 我估计啊,我们三千五百星人如果全部拉满的话 砍个两万黄金军 一万五吧,一万五到两万的黄金步兵应该是不成问题 相对低级兵啊,你要是高级兵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夸张啊 所以说这五千多黄金军的话呢,对我们来说肯定是没有任何压力的啊 主要是看一下这个场面 那么这场的话呢,是我们的官二爷、典伟和曹操三名将军 那么历史上的话,他们没有机会啊,在一起纵马驰骋 谈笑间强乳灰飞烟灭,对不对 但是这一次他们有机会了 在我们的游戏中,成就了一段幻想剧情 就是杨真一边的修ller阳的专法 我陆 participants 不想只能魔区畔名加入 在称西方合体上的纵马驰骋 сказать遊蝔,不是耻似的 这里我们有机会了 ry 取得没有 对 续点尾,两个单挑一起来 你们两个丢人玩意儿 你们俩怎么都被黄金贼打下来了 我的天呐 不过没事 打是打得赢的 只是稍微丢人了一点 对吧 稍微丢人了一点 他们俩上去之后 曹操,这一刀非常漂亮 曹操也被打了下来 三个人一起丢人 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他们三个人属于什么 势敌已弱 对不对 势敌已弱 搞一个交兵必败什么样的计谋 就是也是可以理解 那么后面的部队的话已经来了 不过我们先不看 先看将云单挑 毕竟关羽的话 在我这边出场的机会是比较少的 基本上只在我那个刘备党里面出过场 对吧 其他时候的话关羽真的是 没什么机会出场 没什么机会 你不想把他招到的机率也很低 对吧 你们猜一下关羽先解决战斗 还是不用猜了 关羽成功斩杀敌将 然后是点尾 帅啊 我给点尾拿的是这个 倚天剑 倚天剑 然后呢 把点尾的双击给了我们曹操 然后呢 每天晚上曹操站在点尾的门外 帐外啊 要给他把手 是不是 对方拿个破木棍啊 曹操你都要打那么长时间 嗯 看一下血量 估计也快了啊 也快了 还有大概10%左右 哦来了 三分将军成功斩杀敌方所有将军 所有将军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步兵搏杀 所有的线阵营都和黄金战士们搏杀到了一起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士气啊 这个时候地方将军还没有死 刚死啊 刚死 你看这士气 你看这士气 他毕竟只是一个黄金矛首 你们知道吧 这一触击溃 你看这一条 你看这一条 哇 毫无反抗之力 你们知道吧 根本就看不到什么所谓的正面搏杀 最多搏杀的十几秒 二十几秒 全部溃败 全部溃败 哈哈哈 太夸张了 我的天哪 也就是一个冲锋 啊 稍微A两刀 对方就不行了 就这么夸张 只不过的话呢 你没有起兵的话呢 就有一个很尴尬的地方 你也追不上他 对吧 你也没有办法这个快速将他击毙 然后你就只能一直追他跑 然后他关于手的话 他老射你 啊 这就是一个不带骑兵的一个结果啊 但是 纯正面搏杀的话 的确实很好看 对吧 看一下官二爷砍弓猎手 我相信很多观众的话都特别喜欢蜀国的人物啊 我关二爷啊 张三爷啊 啊 刘老大呀 都很想看他们啊 但是怎么说呢 这个在游戏里面 他们出场的机会真的太少了啊 太少了 哦 关于直接被 被几个黄金 哎呀 被A下来了 被击下马来 看到没有 有点小丢人啊 有点小丢人 不过我还是决定啊 给关于足够多的镜头 难得出场吗 对吧 难得出场 我是比较喜欢卫国的 无论是看直播的观众啊 还是看那个录播的观众啊 都可以 扣一下 比方说你喜欢蜀国 你扣个一啊 喜欢卫国扣个二 喜欢吴国扣个三啊 喜欢其他事业的可以扣个四 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个数量 好吧 我先自己扣一个二啊 我比较喜欢卫国 所以说的话呢 你会发现我涛涛是玩的第一个岛 对吧 玩的第一个岛 你们猜啊 我猜是 喜欢蜀国的人多 因为像三国眼一种东西的话 总是把蜀国就是搞得像真筒一样 然后把他们手下的五虎将啊 然后把武力值写的特别高 对吧 然后把曹操啊 东吴这边的这些人的能力值啊 就搞得很低 那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日本的游戏啊 不都是这样吗 对吧 比如蜀国贼强 哈哈哈 但是 我就不太喜欢这种啊 我还是相对来说喜欢卫国 或者说喜欢曹操这个人 好的 那么这场的话呢 后面也没什么好看的了啊 就是敌人一直跑 然后呢我们一直追 然后把敌人都追出这个地图 也就结束了 顺便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场 最正面的步兵搏杀究竟死了多少人 敌兵就溃散了呢 我们来看一下 你们觉得死了多少人 相比于我们这场的规模啊 咱们这场的话应该是八千多人的一个规模 一波正面搏杀才死了这么点人 没了 感觉还不如一波剑鱼死的人多 因为剑鱼碰到的话就半条鞋嘛 对吧 你这个最多就倒了几百个人 是吧 只是说明敌人的士气 敌地去也是太低了啊 太低了 我怎么感觉你没有死呢 我感觉你在这睡觉你知道吗 还是特别悠闲的那种 咱们这边两千九百六十七人打对方五千六百四十三人 在一番正面搏杀之后呢 咱们争亡了六百人 敌方也不过就争亡了两千人 这个就是没有骑兵的结果啊 因为你追不了逃嘛 所以说敌人的话呢 死不了多少人 但是啊 纯步兵的搏杀 虽然说搏杀并没有很久 对不对 但是看起来那个场面啊 是非常爽的 我们吕布呢 正在侦讨孙策的路上 然后周瑜 周美郎 带队就来了 哎呀 不用气馁 不用生气 我吕布已经是神仙中人了 打你一个史诗大劫 那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周瑜有没有buff来这儿 好像有啊 好像有 什么 这么草率的吗 周瑜 这么草率的吗 我怎么感觉我吕布招谁都特别容易呢 就算一次招不了第二次一般演的招上 哎 我就感觉你们这些势力啊 不怀好心 就把各种各样的名价往我这边塞 然后拖垮我的经济 我感觉他们就是这个意思 你知道吧 周瑜随机应变忠贞不二 足智多谋宁静之源 性遭招揽 旁边两个全死了啊 周瑜的话呢 加入了我 这就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周瑜以他的聪明的小脑官啊 发现呢 无法挡住我们的五弟吕布 于是对他下属们啊 假称说啊 我们去抵御吕布啊 实际上是让他们送死 然后自己趁势归降于我 啊 对不对 很合理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是三十多个回合 经济的话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差 因为我现在只有一只满边在外面 第二只满边被我撤回来了 因为我需要空降空降在这个位置啊 把这个元素给他弄一下 那么现在呢 就有一个问题啊 我是把那个空降的减20%费用点了 还是把那个减腐败的建筑给点了 我们现在这个腐败非常重 这还是有这个太守的地方 没有太守的地方 随便看一眼啊 58的腐败 所以说的话呢 导致我们现在经济特别差啊 但是的话呢 你看我们红的这边啊 旅不一开始点了很多红的啊 我们现在可以直接把这个东西点掉 这样的话我们空降兵的话呢 就非常稳健了 正好的话呢 这个我还需要拉一只部队出来 对吧 但是呢 点这个也很重要 可以让我们加很多钱 稍微有点纠结 是吧 我们还是先点这个吧 这个再等 再等一年好吧 点完之后的话呢 高顺制部队啊 拉出来只要670块钱 非常稳健 然后再拉洛郡 此为苍生黎民之天下 非暴虐猴之天下 再拉我们的巡域啊 非常稳健 非常省钱啊 打掉周瑜拿到特性的话呢 是启用火箭啊 这个东西没什么用啊 没什么用 打到国家的话呢 加个移动距离 这个还算有点用 对吧 2011年夏季第35回合 袁绍与众公国 也就是袁树啊 组建了联军 哎呀呀呀呀呀 兄弟俩啊 结成了联军 梁州国向汉帝国宣战 乱城贼子啊 这就属于乱城贼子啊 知道吧 公尊赞请求福秦阳啊 向袁树 向袁绍参战啊 公尊赞还在袁绍后面搞事呢 你们知道吧 蜀汉向王 哎 啊 王老师我服用啊 正常的 因为蜀汉早就跟我开战了啊 徐晃和公尊杜签订合约 徐晃和李绝签订合约 那么吕布这边的话呢 赶紧过来把这个宋泽城市拿下 刚刚他突围了 一个自动啊 对我给摁回去了 然后 然后然后我们还是得进去打一下 每当到这种时候啊 我们的张艺德就骂骂咧咧的开始推车了 哈哈哈哈 没有办法啊 没有办法 你后来的啊 就得多干活 表忠心 是不是 然后吕布和张艺德后面看戏 2011年秋收第36回合 袁绍与公尊赞 呀你们俩签订合约了 那我慌了 我跟你们说啊 那我慌了 你们看这一块 被两座城 袁绍这一圈 然后这里是公尊赞 哈哈哈哈 整个河北打成了一国州 现在你们搞和平的 那我有点慌了呀 是不是 呦 蜀汉 将汉帝国 纳入帝国 你想干嘛 真的要空服大汉吗 2011年秋季第37回合 颜白虎邀请孙策加入同盟 你们俩居然成同盟了 你们在搞笑呢 袁绍和蜀汉也签订合约了 都搞笑呢 袁绍啊 你的皇帝之位是被刘备夺走的 你跟他和平 你想什么呢 我现在就感觉啊 他们呢 就在整个中华大帝 各个角落 疯狂和平 然后准备干我了 而我所在的地方 你们自己看一下 哈哈哈哈 你们看我所在的地方 就在整个中华大帝最中间的位置 最中间的位置啊 只有东边没什么敌人 樊吕同盟 组建成功了 你敢信吗 他还真没打我呀 那你没了呀 对吧 那你没 元术有没有buff来的 元术好像有吧 有的啊 有的 呃 什么细作也算有那么点用吧 对了 说到细作的话呢 看一下我这边细作有没有进去啊 没进去 那就很尴尬了啊 不管了 先打元术 里面一共是3423人 元术本人加上祭灵 大将祭灵啊 但祭灵好像是没有buff 好像是没有buff 我们就不派部队了啊 职业战 三个人把他们3423人干掉 开局直接往上去直接干掉祭灵 对手 谁给你是对手 哦 他们两个自己人是对手 我傻了 一个杨红 一个这个祭灵 来吧 看一下大将祭灵 我进行这个衣服还蛮有特点的啊 你们发现没有 是吧 但是那又如何呢 不过要小心一下我招飞的许 什么 我张贤帝就 我就看了那么一会儿 也没事啊 也没事啊 反正张贤帝一目一秒嘛 呵呵呵 也没事啊 正好看一下我吕布的这个极限在哪里 好吧 看一下吕布的极限攻击在哪里 目前吕布的攻击力是八千多四千多 八千多四千多 啥鸟呢 赶紧过来啊 赶紧过来啊 赶紧过来 让我吕布A一会儿看看我们的吕布攻击力啊 究竟能提升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好吧 目前是九千多 这边成功斩杀了那个杨红 目前是九千 一万一了看到没有 一万一五千六 一万一五千六 接着A接着A 元术啊 小小元术 我估计这两三刀就可以送元术回家 看一下吕布目前的攻击力 你看吕布的攻击力 二万一的破甲 一万一的普通 我就 那元术真的 啥都没干就没了 你知道吗 什么都没干 当场白给 当场白给 我的天 来 来 来 发技能 当 张疗的话 稍微就放个技能吧 小心一点 少一个张飞就可以了 再倒个张疗的话呢 稍微有点伤 你先出去吧 哎呦 我吕风先一个人在里面好像也有点危险了 这个血量 这张如果不来回冲杀一下 可能有点可能有点难打 骨结军 嗯 还好他们的士气吼了一嗓子之后崩了啊 那还问题不大 那应该可以打得过 就是光靠平A打过 因为输出这个东西的话呢 你打兵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你知道吧 因为每个士兵的血量其实你一刀都可以看 看一下我吕布的血量只有12000了 这血总体来说掉的还是非常快的 还是非常快 再来一轮 吕布最高伤害就是21000的 哎 继续你又回来了 好 好 看到那个男人没有 看到那个男人没有 吕布 冲杀过去 冲杀过去 什么都别管冲杀过去 哎 跑那么快呢 一百 你是斯卡文鼠人吗 逃离战场 移速增加是吧 一百六十六的移动速度 我吕布才一百四十六啊 啊 骑着摩托车就跑了 这你说得了啊 一脚游门就溜了 好吧 这波事情应该都崩了 还有这还有一个奇兵 还有奇兵 我还有一点点毛病 应该差不多了 这俩哥们的血量也差不多了 张老了的话是7000多3000多 好的 搞定啊 那个跑得太快了 那个技灵 我的天哪 一百六十六的移动速度 咱们这边的话呢 张飞受了个小伤啊 问题不大 敌人3400人啊 阵亡2000人 拿到一匹银马 哦呦 讲道理像元树元少这两个势力啊 你把元树和元少两人都砍了的话 他们两个势力就跟两个憨憨势力一样 就没有传奇了你们知道吧 一个传奇都没有了 所以 哎呀 有个观众给我推荐这个mode啊 就是 可以不斩杀 敌将的情况下 拿到他们的装备 元树 骄横自大 雄心勃勃 残暴不仁 一目一秒 他这波眼睛瞎了 也算有点代价吧 就不杀你了啊 性遭 使放 杨红 足智多谋 忠贞不二 富有魅力 惨遭 处决 寄灵 跑得飞快 摩托车驾驶技术极高的寄灵 嗯 也放你一命吧 激灵 身强体壮 鲁莽冒进 致律单纯 夺夺逼人 斗志昂扬 性如烈火 哇 你这六个特性 全是好特性 不错呀 激灵啊 性遭 使放 希望下一波啊 你可以加入 好吧 一千块 一千块 一千块钱 这样的话呢 元树就被我们击破了啊 是跟间谍有关的技能啊 用处不是特别大啊 来 再灭他一波 你骑着某车又回来了啊 再一次击破寄灵 寄灵 这一次你怎么说 啊 居然被抓到啊 哎 在逗我吗 要不再来一次啊 哎 他没了 我估计下一次 继灵应该就 应该就老实了 那么我仔细的看了一下啊 这个东来啊 这个郡 我觉得可以给出去 这个东来的话呢 我没有怎么发展 而且的话呢 他需要只有一个东来农庄 对我们来说的话呢 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对吧 那么说可以把它给出去 那么我们现在这四个太守 这一位呢 先撤离岗位 暂时撤离岗位 然后呢 我们选一个人 就寻优吧 哦 不行 我自己先撤离岗啊 那个圆镖拥起来 这个圆镖也会有免费 那里就是推测 那里面的手 撤离岗位 它可以带离岗位 你许岗位 我就换一个 你这里把我把链衣 你许以这些太守自治之权 也许某日他们会报今日之恩 刚召见了刘琪 下一刻就被我任命了太守 再下一刻直接变成我手下的诸侯 不得了啊 我跟你们说 不得了啊 看到没有 英国使刘琪成为傅庸 看到没有 这功能的话呢 就变成我手下的诸侯 就非常完美的解决了我们吕布啊 就是那个外交太差 然后呢收不到附庸的这么一个问题 你知道吧 我提拔了你 我让你当太守 我让你做我麾下的诸侯 咱们的关系就就就这啊 就这啊 我跟你说 这个同意我方独立这一条 至少给我加500点关系还差不多 是吧 500点关系差不多 你给加50 哎呀 你会不会同我啊 允值其中 既无大功又无大错 希望你老老实实的好吧 正好给他十个粮食啊 把这个点数拉到零点几正的啊 非常好 搞定 你还准了啊 你怎么那么嚣张的一个个的啊 吕布和貂蝉 剩下的大女儿 吕上金 难道貂蝉 实际是姓金 很有可能啊 毕竟貂蝉他不是一个真名嘛 对吧 之前刘七被我们封出去了 对吧 然后呢你看 这边有一个公孙赞的部队啊 那么我觉得他目前还没有任何的部队啊 我觉得还是得帮他稍微处理一下敌人啊 正好这地方呢 我招了一个张河 曹昂和黄中的部队啊 你们三个去把这支部队给我灭掉 不要我刚封出去的这个小势力啊 就被人家给灭了 这个不太合适吧 对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三个人的血量 非常艰难啊 真的非常艰难 但是还是打赢了啊 诶 还抓到了一个许优 许优也是个名将 而且他这个太熟看到没有 但是我的人实在太多了 养不起了啊 养不起了 还是给你放了吧 许优奇谋百出 满腹狐疑 骄金自大 遍体鳞伤 性遭死放 吴国这边寒当被我们 中泰 哎呀他可惜他不愿意加入 小吕布啊 小吕布啊 小吕布是被官方削弱技能的小吕布 削弱了十倍啊 那个技能 嗯韩当也不错 我可以把韩当这个分封在汉中 也可以把吕布的女儿分封在汉中 都不错啊 都不错啊 周泰心直口快 忠贞不二 形单引之性遭释放 韩当我们就收了啊 韩当代人已成 英勇无畏 名满天下 性遭招揽 非常舒服 然后呢 我就再抓你一次 诶周泰特性是什么呀 看一下 哦 周泰特性的话呢 是韧性加一啊 这个没有什么用啊 没有什么用 周泰来来来来来 能不能加入我就看这一波了 你韩当兄弟已经加入我了 你怎么说 公无不克 战无不胜 哎呀 那就再放你一次 好吧 再放你一次啊 周泰心直口快 忠贞不二 形单引之 再遭释放 这是无上荣光 能让我吕布连放两次的无上荣光 好的 非常轻松啊 拿下此城 占领 那元树的话呢 就还有两座城啊 那么也就是说 下回合元树就要被我们灭掉了 当然的话我们可以留他一条狗命啊 给他附庸一下 也是可以的 大家看一下 我们现在外交条约里面的话呢 有一个确认黄统 这个东西呢 意思是为了帝国的共同利益而签订的条约 皇帝将拥有发布与任何有关帝国成员和同盟战争命令的最高权利 但是呢 宣战谈判 由个人决定 不受帝国管辖 我们点开来 你会发现 韩随 韩随这个小老弟 要怎样 愿意成为我们的成熟 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皇帝有人认了 除了我之外的另外两个皇帝 他们都已经建立了这种帝国成熟了 我一般来说的话找不到人承认我啊 现在这个韩随 这个二五载很合适啊 不是 这个帝国忠臣 很合适 他愿意承认我 很好 很好 游民志愿需要帮你做一下 这个张鲁怎么样 可以 可以 张鲁在这儿啊 这个本来不是张鲁啊 是那个刘烟 只不过被打到李秀人权死完了啊 就张鲁就继位了 张鲁就继位了 那么正好啊 38.7你要不成为傅庸算了 哦 不行 承认帝国成熟的话 不能成为傅庸 那这样子 这样子 好 好 你不要成为我的什么帝国成熟了 好吧 我不想要你承认我 你就当我的狗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 不对 有个问题啊 拥兵条约是不能和自己的属下签的 但是呢 我用和我签拥兵条约作为条件 让他成为我的附庸 但是有一个问题 如果说我签了这个条约的话 会不会在20回合之后这个附庸就没了呢 因为他是以前附庸为这个条件的 而且一般的说你先点这个的话 右边这个你看你是给不了粮草的 因为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或者说普遍的外交协议 这是一个20回合的佣兵协议 这个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20回合之内 我帮你打他 你成为我的附庸 20回合之后 你就独立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给你一匹破马加佣兵条约 然后呢 让他成为我的附庸 搞定 职业难胜不得不应 职业难胜不得不应 汉帝国 汉帝国调停构合 好的 现在来的话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哎呦 还遂只有两座城了 哎呦 被马腾打得不要不要的呀 是不是 然后呢 我们把巴西这个地方 也给他分封出去 因为这个地方的话呢 也不是很复数啊 虽然说有个工具铺 但是的话呢 我并不是很想要 并不是很想要 下面这个成都的话 我肯定是要的 咱们先把太守里面这个韩安玉啊 给他暂时调离岗位 然后呢 让我们这个吕姬啊 直接下来当太守 就是我们吕布的女儿啊 吕布女儿把它分封在这个巴西 这让他去剃足球 不是这个 去种田 去种田 好 然后呢 让吕姬直接独立 直接独立 让我们女儿独立了 就这个意思 你们懂吧 哎 这就很舒服 巴西看到没有 好 然后 你要怎样 签个贸易协定 干嘛 我是你爹 你干嘛呢 这么跟我说话 不认识你爹了 给吕姬五个粮食 加上一个铜装啊 0.2 直接签掉 下来的话呢 我们的贸易协定啊 就涨到了7格了 哎 非常好 非常好 只要你的分分国足够多 这贸易协定早晚能拉满 这样的话呢 我们经济的话 就在稳步提升啊 因为我们吕布的话呢 天生带一个统治混乱 太守比人家少一个对不对 建筑成本比别人加30% 腐败还加20% 你这个经济真的是很大的问题 通过贸易行李来解决 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方式 再来看一下我们整体的派系版图啊 我们占据整个中原 庞然大物啊 然后呢 脚上面都是我们的附庸国 看到没有 正好四个脚上四个附庸国 哎 嗯 有点意思啊 有点意思 不错 看起来挺舒服的 感觉像是我们是中央之国 呵呵呵 周围都是蚂蚁 就这种感觉 你知道吧 然后呢 我们还特意分封了一些国家啊 就让他们去这个牵制啊 周围的蚂蚁 哎 是不是这个感觉 呦 大家看 我们的巴东储牧场 迎来了盐白虎的军队 看到这是谁没有 许楚啊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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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这是行走的buff 你们知道吧 哈哈哈哈 这三个人是行走的buff 非常好 你们等着啊 你们等着 我吕布将心也赶到 2022年秋收第41回合啊 先不管这么多 咱们先把扬州这个地方拿下 再来的话呢 那原树啊 他就只有一座城了 那么一座城的话呢 把原树收进来 咱们的这个贸易协定啊 应该就可以签满了 然后呢 还可以再把这个行程啊 应该就不用给出去了啊 因为我冒险已经满了 先看一下原树怎么说 真是浪费时间 9.2是吧 9.2加附庸 37.8 37.8的话 可以收 可以收 但是没有必要 我还不如直接把你灭了 然后把广陵这个区域啊 直接滑出去 直接滑出去 我再分封一个国家 至于你原树的话呢 你原树纪灵 直接变成在野将军 后面把你收进来 岂不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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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他们个片甲不留 直接实施大捷 90多抓捕那个纪灵的概率 随便抓 抓不到我把头给你了 怎么还不愿意呢 完了 继灵被我连灭了三次 眼睛瞎了 眼睛瞎了 接着放 接着放 看后面能不能以再野将军把继灵拉进来 好吧 继灵身强力壮 鲁莽冒进 智律单纯 咄咄逼人 斗志昂扬 心如烈火一幕 你鸟性遭三放 要这些俘虏也没用 我就不信我七次还不能把你给弄进来 是不是 众公国就是元树 派系复灭 张红 气作回来了 没关系 你们三个张的话呢 继续给我去搞气作 虽然他们三个人从来都没有被别人登拥过 非常尴尬 可以说非常尴尬 然后你们三个人直接原地消失 待会的话呢 可以直接TP到这个位置来 江灵来 然后呢 把这个buff拿到手 就非常完美了 我们把寒当丢到广陵去当这个太守 然后呢 让广陵云以 寒当云以独立 再来 再来的话呢 广陵也变成了我们的附庸股 哎呀呀呀 都是这种边边角角 你知道吧 然后贸易协定随便一千 我给了你三座城的一个军 比其他几个分封的都好 你 就给我直接来个三百六战略威胁 至于吗 至于吗 人家那么多120的你怎么就三百六的我就看不懂了你看这个王朗根本就没有战略威胁看到没有 看来你这个人我知道因为他 结傲不逊 哎呀我为什么把一个结傲不逊的人封做诸侯王呢 哎呀应该看的不应该选结傲不逊的人封出去 应该选王朗这种人高风亮节 你知道吧 逆来顺手 非常完美 那就暂时间这样吧 如果他要搞事就直接把他灭了 重新换一个人来当 大家看一下北方 公孙赞大军 刘备大军 袁绍大军 三路大军南下 你们想干嘛 你们想干嘛 啊 我们的刘琪已经有不对了看到没有 不知道能不能过来帮我一手啊 然后这个地方 咱们落军的话呢现在已经可以踢掉了 不过的话你看南边 刘瑶大军 木宝尚大军 你这个好像明明强强算不上大军啊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孙姦 夹击我呗就一个个的啊就夹击我呗 先看一下这边啊 远燃激情 统击敌军 那我这边这波灭掉你不成问题啊 对吧 2823打你3257人 灭掉你不成问题啊 那么也就是说这三个人的话呢 依靠这个城市我估计能连灭他三只满别 你们信吗 哈哈哈哈 不过今天的话呢时间是来不及了啊 我们就留到下一期来给大家做 那么大家如果喜欢我的五帝吕布党的话呢 记得点赞或者转发一下 我们就下期节目再会 拜拜